同学上课了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牙齿人生己害疑虫 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忧郁症的一个患者 他长年都具有的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个问题 然后困扰着他 让他整个人生 整个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 原本是博力大学的学生 结果变成是完全没有办法读书 然后到最后休学的一个状况 忧郁症他到底在八字里面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这一边是命理应言堂 是一个专门探讨 命理相关知识的一个频道 大家假如喜欢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有最新的影片 大家可以马上获得通知 回归到这里 忧郁症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忧郁症 其实我们会有两种看法 第一个叫做日主受克 第二个叫做食伤受伤 这两种都很容易导致 导致精神方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的一个状况 我们从他的本命可以知道 他是认嘴生甲乙末 去克日主 去克日主 他的第一支 祖来申金 这是他本命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以他的一个八字来讲的话 是不是他的一个日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被克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是属于日主受克的这一种情况 日主受克的这一种情况 各位 我们就可以了解 我们不能够再让官杀的力量加强 假如官杀的力量再加强去克日主的话 各位 他的问题就会爆发 所以各位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他二十出 其实他那时候就是在甲旭大运 在甲旭大运的时候 各位一看你就知道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甲木就是直接让他的官杀力量更强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当然没有办法 他就产生了这一种的状况 而他下一柱大运 乙亥 乙亥大运其实也是一样 会加重他日主受克的这一种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 像他来讲的话 最少最少有两柱 他的这个状况会非常非常的糟糕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因为这时候是官杀来克日主 那要让日主有能力去对抗官杀 所以要让日主有能力去对抗官杀的情况下 这时候就是要加强日主一个力量 所以加强日主的力量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以他来讲的话 就是要让他有戊土 有吉土 有佛 这些都可以 就是印比 那来讲的话 所以以他的这一个状况而言 需要印比来帮生 所以首先我们一般都会跟他讲 就是说需要印比的话 第一个 人际关系的部分 你要多多去参加这一些社团活动 救救国团能多一点来帮助 来帮助你能够脱困 然后第二个印 他代表的是一种学习的一个状况 要多多的去学习 在这两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才能够在这一个完全没有运的情况下 他不至于出现最差的那一种的情况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像他这一种的很有可能 因为他是所谓的财生官克日主 很有可能是他爸爸给他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所导致的 财生官克日主叫做因财的货 当然 但亲他还年轻 可能这不是中毒 那财就代表是爸爸 可能爸爸给他太大的压力 所导致的 他跟爸爸关系也通常也会比较差一点点 因为毕竟他为什么会日主受克 原因就是在这一个层面造成 来讲 像日主受克的人 那就是希望他能够胖一点点 胖对日主受克的人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各位这边又牵扯到 不是每个人都要胖 也不是每个人都要瘦 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八字的状况 而有些人胖会好运 有些人胖则是会虽运 不可同于而论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再见 拜拜